這個地方做完之後會有一個批次篩選 把它執行一下 OK 那這個地方就會產生六個業務系 那當然如果你要再查的話 你可能需要一個 可能要需要一個功能叫批次刪除工作表 把它執行 那其實這個批次刪除工作表 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怎麼樣 幫我把第二個以後的就是第三個 到最後一個的工作表 幫我把它全部刪掉 OK 那就是這樣這樣 把它按執行 那程式的話該怎麼全部刪掉了 那其實程式該如何撰寫呢 依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叫做批次刪除工作表 那特別注意 如果往後呢 假如說你要先把它先顯示出好了 如果你要做刪除的話 像那個工作表裡面的列 我都建議從後面刪回去 那這個刪除工作表的概念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刪除 那請注意從最後面一個刪到第三個 這樣的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刪掉這一個 它的順序不會亂 但是如果你刪掉這一個 你會發現喔 本來的小咪它是第四對不對 可是你把刪刪掉之後 它就變成第三個了 所以它的順序會亂掉 那這個很麻煩 因為之前我剛開始 是誰寫的出來 可是變成你要怎麼樣 把那個順序減1 有沒有 才會是正確的 可是你它隨時要減1加1 哇其實很亂喔 所以呢 導不如有個方法 從後面刪回來 這樣子 什麼事情都不用理會了 那怎麼樣從後面刪 特別是要跑回圈 for i 等於最後一個 序詞點抗 前面講過 到第三個 有沒有 後面請記得加一個step-1 如果是正向的不用加 但是反向的話 記得要加一個step-1 意思就是越來越少 OK 從最後一個也許是第八個到第三個 那這個第八到第三的話 那越來越少 後面請你加上一個什麼呢 去此i 第幾個 比如說第八個delete掉 但是delete的時候呢 它會跳一個是否刪除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加這個 那個application displacement run的話 它會一直跳什麼呢 是否刪除 所以像我這邊 假如說我先不要把它關掉 如果我把它執行的話 它會跳是否刪除 刪除 是否刪除 OK 你會發現好煩喔 可不可以不要再問我了 直接刪掉就好了 如果你希望它直接刪掉的話 那你直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有沒有 加一個application.displacement 等於false 這前面講過了 所以直接怎麼樣 那這樣的話我可以直接執行 然後呢 再來就是把它刪除 再去做查詢 可是如果說我希望怎麼樣 乾脆你直接把什麼呢 把那個在批次篩選 剛開始 你就直接怎麼樣 先把舊的刪掉不就好了 這樣子的話呢 可以避免什麼呢 你要做下一次查詢的時候 還要再忽視 如果你忘記做刪除的話 那就會產生錯誤 所以你可以先呼叫它 然後再執行 OK 如果你下一次還要更新資料的話 沒關係 它會先批次怎麼樣 先幫你把舊的刪掉 因為我呼叫刪除 然後再去做查詢 OK 所以這樣的話呢 就是先刪掉 再產生下一次的查詢 那這個部分呢 做完之後的話 後面當然可以延續上一個禮拜的課程 就是可以篩選業務 也可以篩選什麼呢 產業別、產品、客戶名稱 所以你要做什麼 在清單裡面 加上產業別的有沒有清單 在這邊 一樣做什麼呢 把它移除重複 所以基本上呢 這邊的話呢 我們會需要什麼樣 需要 這邊不要擴大 需要有四個清單 那可以做什麼 四個批次篩選 也跟前面一樣 因為呢 這個也是一樣 會有共用的問題 因為批次篩選 你會發現 好像很多地方都一樣 所以一樣的方法 你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批次的部分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 你可以把那個批次的部分怎麼樣 再把它改成共用的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改成 共用程序 所以SUB有個批次篩選 一樣傳兩個參數給我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可以做其他的動作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今天大概就是 講到那個批次篩選的部分 那下個禮拜的話 基本上呢 我們還會再把後面有關那個批次篩選 因為它會跑很久 所以呢 我假如說希望顯示一些訊息 像底下有個叫做 它跑的那個訊 它跑到哪裡 我可以有個狀態條 像一般呢 在一些城市裡面 跑到哪裡 它會讓我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回去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後面的話再來就是 有關怎麼樣 把那個網路上的資料下載下來的部分 OK 那今天的話先到這裡